哈喽,大家好,我是Trui 你可以听到呢,远处已经有那个挖掘机的声音了 今天我们尽量要把这里的鱼给抓完 因为再过几天,这个漂亮的地方 漂亮的黑水地就要被填平了 一大早,这里就挤满了人 因为早在几天前呢 这些爱好原生鱼的大哥就在网上发起了这个野菜的活动 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野菜了 这是前半端的地方,有些地方已经被推平了 鱼盆率先下网,捞到了一条我们常见的嘉宾 因为这里的水质很酸 所以这里的曼隆呢,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尾巴下方的红点呢,非常非常的鲜艳 这个地区呢,有着一个很漂亮的斗鱼品种 Beta Livita,Livita斗鱼 虽然呢,它不是这个地方的特有种 但是啊,每个地区的Livita斗鱼呢 都有不同样的表现 像是之前影片中的这条呢 则是来自另一个地区的Livita 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关系呢 这里的巧克力飞船啊 它的发色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它会在尾巴末端啊,会带一些鲜红色 非常非常的特别 是不是很好看呢 从没想过啊,一个野彩竟然能聚集这么多的人 可能这就是原生鱼的魅力吧 又抓到了一条好看的Livita 这条就和上一次抓的那一只不一样 它身上是没有绿色的斑纹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叫Palmes家族而已 这个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臭臭的 PaniLivita斗鱼的远近那边 如果不然,你不然就不然 你不然不然,你不然不然 你不然不然,你不然不然 这是我们第一次抓过的鱼哦 它叫做米粉鱼 它也已经抱卵了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稀有的一种鱼 仔细看它的肚子 那一颗一颗黄色的就是它的鱼哦 哇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这么多鱼回家 然后喜剧也是有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带这么多鱼回家 随着挖掘机的声音越来越靠近 我们这次的言才就要结束了 人类的发展呢 总离不开对环境的破坏 这个绝对是无法避免的事 享用完这些鱼有带来的食物 平时只在网络上交流的他们 在这里他们聊了很久很久 下次我们再见的时候 哦 应该就是一栋栋的房子了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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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